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 肖战工作室从粉大放送,新旧版颜冰云引观众比较和热议。 肖战工作室发布了一大波肖战近照,引发网友关注和热议。 从肖战工作室发布的照片来看,主打一个黑白主题,肖战身着一身黑色皮革长款风衣。 黑衣黑裤黑皮鞋,在这看似单调乏味的色调中突现出人物冷峻的外表和成熟稳重的气质。 一般的男人没点胡子,还真驾驭不了这样的拍摄方式,但肖战的上镜面是真的很宽,多种场景下的拍摄都能应对得绰绰有余。 肖战有优越的身高,元气满满的笑容,言谈谦谦逊且有礼貌,骨子里散发出一种林家学长的亲和气质。 难怪会有那么多人喜欢他。 随着庆余年二的热播,不少观众想起肖战在庆余年第一季中出演过颜冰云,而第二季中的颜冰云换成了无姓剑。 颜冰云角色的更换也引起观众的热议,对于肖战版的颜冰云,网友评价褒贬不一。 大多数观众还是普遍认可庆余年第一季中颜冰云的角色,赞誉肖战演技精湛。 以其独特的清冷形象给第一季留下了深刻且正面的印象,他遭受痛苦仍保持冷静,体现了一个情报人员极强的隐忍和智慧。 也有部分观众认为肖战在庆余年中饰演颜冰云的表演相较于他在陈情令中饰演的未无限存在差距。 演技未能满足期待,且其角色扮相和面部表情引起观众讨论,认为肖战版颜冰云过于执拗和压抑,对待男女感情也缺乏温度。 而新版庆余年中的颜冰云也被观众吐槽角色戏份过多,有部分观众认为这是在利用肖战的热度来提高剧集的关注度。 还有观众吐槽无杏剑的表演过于明朗了,与第一季的角色转变太大。 也不太适合一个在北京隐忍多年且受过折磨的情报员角色,难道颜冰云改名炎火云了? 以肖战现在的咖位,也不是合眼炎冰云这种小角色了。 肖战即将推出两部大男主影视剧作。 在由徐克导演的古装武侠电影《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中饰演郭靖,在郑小龙指导的古装全谋电视剧《藏海传》中饰演藏海。 在《藏海传》中,肖战饰演身负血海深仇的《藏海》,凭借正直、智慧、坚韧、努力。 以及习德的营造记忆和纵横之术,一路制搏坚定、沉渊的雪的故事。 你是否喜欢肖战? 让我们期待肖战的新电影和电视剧早日上映。